大嘻哈時代來了 整個團隊都來了 先看一下我們DZDZ還有STARCHAN 今天真的是打扮得超級辣超級炫的 先給我們轉一圈好不好 轉一圈 來喔轉一圈喔 謝謝讓大家看一下喔 多辣 DZDZ剛度假回來喔 曬得一身咖啡色 好Dope 真的 So Dope So Dope 咖啡Dope 好 那我們來請問一下這個 創意無極限 預算無上限 但是檔期很有限的製作人切乾乾 請問乾乾喔 製作這樣一個節目喔 然後把大家帶到了金鐘殿堂 你覺得心情如何 心情就是 覺得賽道的運氣成分比較多 怎麼會 所以大家都覺得是賽道的是不是 賽道真的不信任問下一位 好我們來問一下川哥啦 川哥 川哥本來就有很多製作大型演唱會跟活動的經驗啦 但是現在回回多年又重新製作電視節目 你的終極目標是什麼 我覺得今天是圓活 我跟檔期的高光時刻 我們都是來當啦啦隊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今天所有的 所有的榮譽都是他們應得的 因為他們真的做得很棒 那我們把鏡頭讓大家跟這個鏡頭揮揮手好不好 來喔 團隊 鼠石團隊也來了 還有馬克也來了是不是 你看他們的臉 看起來就是要來得獎的樣子啊 不信你問問小咖比啊 你看小咖比的臉 他的臉就是說 我們就是不屑跟普通的小咖比啊 因為我們就是要來拿金鐘獎的啊 其他人都只是手下敗將是不是 我告訴他們今天他們是白來的啦 好嗆好嗆 你是不是吃了芥末講話那麼嗆 好的 祝你們今天呢 走鐘獎拿過之後金鐘獎也手到勤來好不好 恭喜你們 好 現在鏡頭有點快塞不下了 因為今晚最炸裂乳為最多最大團的 大嘻哈時代2的節目製作團隊 跟大嘻哈歌手們踏上星光紅毯啦 有蔡詩芸 陳欣漢 阿達美麗本人 索納 賀龍 阿華麥 小咖比 阿夫 REX 還有好多人好多人 趕快跟鏡頭揮揮手 人真的太多 就像他們入圍真的是超多的獎 像是綜藝節目獎以外 還有節目類攝影獎 燈光獎 美術設計獎 還入圍了菁英獎 甚至跨領域得到一座走鐘獎 真的是給我一點尖叫聲